各位好 今天这一堂课呢 讲的是有关灵子的事情 那要知道灵子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 灵子它是属于灵三法门的东西 或者是旧的思维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灵三法门开始讲起 这一堂课呢也很重要 如果各位不了解的话 被人家问到的时候 你会没有办法去做解释 好我们先来聊一下 什么叫做灵修跟灵三法门 他们到底有没有相等 灵修等于灵三法门吗 灵修是灵三法门之一 信君很独特哦 你讲的很独特哦 很好 我知道 就是以之前上课的印象 好像有讲到这个 你讲的很独特 可是你讲反了 很反了 灵三法门是灵修之一 所以是灵修包含了灵三法门 所以这里要先搞清楚 灵修不等于灵三法门 各位手放下 灵修不等于灵三法门 但是灵三法门是灵修的派别其中之一 这样比较清楚对不对 灵三法门 再来我们这边更详细的讲一下 灵修它是所有的灵性修行 那灵三法门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它是超越降机的 跟降机杠杆不一样 各位都知道什么叫杠杆 降机的情况 但是它没有跳脱旧思维的说法 我们后面再来了解一下 灵三一尺的由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一句 这个四句节 这个尝尝看对不对 佛在灵三莫远求 灵三只在如心头 人人有个灵三塔 好向灵三塔下修 这谁说的 有人说它是佛陀说的 实际上是不是呢 我们无法考证 灵三一尺从这个地方来 所以很多人一直说灵三 灵三是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灵三它只是一个名词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降机 各位知道灵三也是从降机演化而来的 以前降机是神明降机 意思不清楚的 对不对 那灵三是神明附体 它的主观意识是清楚的 这里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更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好 都知道吗 好 那我问一下 佩文你知道杠基跟灵基 降体跟附体的差别在哪里吗 降基应该是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不是自己在操控 是被那个神明或外灵操控 那灵基也是啊 你看下面灵基也有啊 灵基是变成 就是他降基是 没有意识 就是不是肉体在做吧 啊灵基应该是有肉体 是肉体在做肉体 意思是清楚的 降基也是肉体在做呀 可是是会被控制的 好 你看 不清楚还都不举手 来我解释一下 我讲的比较透彻一点就是 降基呢是神明 你看哦 我这边写的是降体跟附体 有差别在这个地方 降基呢是神明降体 神明入侵你的体内 把你的主观意识压下去 那个叫降基 灵基呢是神明跟你的主观是共存的 所以主观没有被压下去 所以主观意思才会清楚 懂意思吗 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以后要会解释 什么叫降基 什么叫灵基 那灵基呢多了一个本灵的操作 也有可能是你的本灵在操作 你的小我啦 就是小我在操作 我们来讲说降基呢 跟灵基都逃不出基 所以还有被驾驭的思维在上面 有被驾驭的思维在上面 这样各位清楚吗 所以呢 后来慢慢演化成 灵散 因为基连听 慢慢就有人开始意识就很高涨 把自己神格化 把自己的小我 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主灵 神格化 变成所谓的灵散 对所谓的降基呢 有的说法是 把你的灵拉去旁边 把你的主意识 我们用现代讲法 就是把你的主意识拉去旁边 然后神明下来 这个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 把你的主意识压下去 把你的主意识压下去 由外灵来说话 这样听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有 旧思维的说法 跟新思维的说法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一个是拉走 一个是压下去 那实际上应该是压下去 而不是拉走 你的意识是不会被拉走的 被拉走 就是你的灵魂被拉走 你不就挂了吗 照理讲是压下去 而不是拉走 然后呢 所谓的灵基 就是跟你共存 他不压你的主意识 不会去压破你的主意识 所以才会有一些 比较老的灵魂呢 他的意识是存在的 有没有听过 有一些比较老的灵魂 他的意识是存在的 那个就是没有压 没有全部压 他只讲人家说 讲一半 讲半魂 讲三分魂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把你的意识 给压了三分而已 或压五分而已 你意识还是在的 但是你的主意是 控制不了那个灵体 控制不了 对 所以很多老鸡呢 很多鸡心 他本身没有修身养性 他到老鸡的时候 意识开始存在的时候 就会人为 所以很多人偏调 就是在那个地方偏调 所以我们会强调说 如果你是灵鸡的状态 一开始就强调修身养性 那你不适的情况下 通常他们也不懂得修身养性 当然不是全部 还是有的人 他是用杠基的方式 但是他从刚开始 就在修身养性 还是有的 所以不可以以偏概全 好这里清楚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灵三呢 所谓的灵三 我们总结一下 他就是修行路上的 这一条主导灵 也就是你的 我们后来称为 小我的这一条 叫做主导灵 或者有的人叫守护灵 很多种说法 他是需要被点灵跟启灵的 跟我们的启灵 有没有一样 我们灵修者在说的启灵 有没有一样呢 好 告诉各位 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灵修派 还是什么灵三派 都需要点灵跟启灵 其实 各位手放下 其实他是同样的 都需要启灵 各位看看我下面有写 他是灵觉醒 他是灵觉醒的一个称呼 这里 有没有 他是灵觉醒的一个统称 所谓的灵觉醒 我们现在其实不用这么称呼 我们现在的称呼叫做 把你的另外一个灵觉知 或者叫做你的另一面的潜意识 给带上来 另一面的潜意识给带上来 这样各位清楚吗 所以灵三的启灵 跟我们的启灵 是一模一样的 懂吗 当然后面我们家的PS 我们所加的所谓的封印这些 这是我们自己加的 我们这个派别自己加的 我们来讲说 旧思维 封建制度下的思维 是什么 为什么灵三是旧思维 封建制度下的思维 来我来讲一下 如果我这边讲的不够详细 想要补充的 你可以举手 封建制度 它是一种政治制度 封建制所谓的 封土建国 封邦建国的意思 就是皇帝把土地分给诸侯 并授予他们爵位 爵位就是王爷 那是王爷 然后诸侯再分封清代夫 简单讲就是 皇帝 王爷 臣子的一些阶级概念 这里清楚吗 好 那为什么封建制度不好 封建制度也没有说什么不好 只要是一个 人 只要上面的人是好的话 其实他也是不错的制度 对 因为因人而异 如果上面 封建制度是古代 比如皇帝是坏皇帝的话 可能那个国家就没办法行事 那你像唐朝也是一个很新生的国家 也是封建制度 所以不一定是封建是不好的 而是用人 用什么态度去走这个制度 很好 这样说是对的 对的 然后廷正说不好 有阶级之分 其实现在也有阶级之分 只是不用会长官而已 好 再来呢 其实重点 现在已经进化到了民主社会 我们修行也必须跟着提升到 现代化的修行 所以目前呢 我们这个派别 其他还有人在称呼 那我们这边呢 特别就讲说 我们没有所谓的 灵基灵山的说法 对于灵性 我们以小我跟高我来区分 各位知道 小我跟高我的差别在哪里 小我就等于 灵山派的说法的哪一个 各位知道吗 是本灵吗 对 本灵 对 灵山派讲本灵 讲灵山 讲灵山 灵山就是小我 那高我呢 高我在灵山派又怎么说 这我就不太清楚 不清楚 其实各位常常在用 都不会靠而已 我们也这么说 属尊 各位常常在讲师尊 这个不就是高我吗 那我们我们特别把师尊 拿来我们这边 高我讲的是 未来 未来修成正果的我 所以叫高智慧的我 差别在这里 各位要会融入 要会融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 灵山法门的起灵呢 跟点灵 我们这边叫做连结高我 对不对 它的作用通通叫做灵的觉醒 这里懂意思吗 懂 那天命跟灵子呢 在我们这边叫做探索生命蓝图 它的作用呢 当然都是完成任务 完成使命 那旧法呢 是灵子的封建说法 心法呢 是心之所向 用能量去做验证 这里有不懂的 不清楚的吗 这里了解透彻了吗 那我们往下讲 来 什么叫做灵子 我们知道灵山法门了 然后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灵子 是不是叫做神明把子 颁给你 目的是做事情 对不对 那这里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神明要颁指给你啊 神明颁指给你干嘛 表示你有得到他的认证 得到他的认证去做事情是吗 对拿到那个这个做事情的一个像是 比如类似通行证之类的 通行证 或者叫做证明 证明你可以 对一个证明 办这个神明的事情 是 好 OK 那各位没有举手的意思是代表 不知道还是觉得不是神明 扳子给你 只有三个举手 跟当初协定做生命难途有关系吗 有关系 这个是现代说法 我们现在讲的是 有关于灵山 灵山旧的方法 为什么是神明扳子下来 我们干脆往下讲 有一问题出来好了 好 各位知道子的种类有哪一些吗 不知道的 请把这个 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我把它拍下来好了 我把它放在群组里面 有空的再自己去查 可以自己去查 那所谓的 所谓的子呢 有这五种指令 各位如果遇到灵山派的 或者遇到要讲子的时候 各位要会解释 要理解之后 我们再来跟他讲心法 子的种类 总共分为五种 一种叫道子 道子指的是 颁布指令的神尊士 后面这是 遇清 原始天尊 上清 灵宝天尊 太清 道德天尊 三清道主 这样懂意思吗 道子 德祭 就是三清 德造法的 叫做德祭 清楚吗 好 那义子呢 乙子 看到乙子就知道 是女生 女性神明所颁的子 通常是五个母娘 那通常以前呢 不知道之前 可能你会认为 遗子就是皇后发的 发的指令 所以你看哦 下面呢 根据五母娘呢 又分为十二道子 一个叫 无极老母的修缘子 玉山老母的服务子 西王金母的长生子 各位自己念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子 等一下我再来解释 这是遗子 再来玉子 游记 玉子呢 是男性神明所发的子 颁布子令的神尊为 玉皇大天尊 就是玉皇大帝 南斗新军 北斗新军 跟三官大帝 颁下来的叫玉子 清楚 再来呢 是佛子 佛子指的是 慈航大士是谁啊 各位知道慈航大士是谁吗 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 那慈航道人 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又是谁 不知道 这个没关系 再来下三宝是 就是释迦摩尼佛 药师佛跟阿弥陀佛 这三尊佛 可是这里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药师如来佛是谁啊 我来问一下 请问如来两个字怎么解释 药师佛佛吗 好我讲完我再来解释佛子 再来圣子呢 班子的令神尊为 圣皇大帝 玄亲高尚帝三圣母 各位对吴宗子有没有问题 这些各位看看就好 知道说法就好了 因为呢 因为道教呢 他的包容力很广 他连西方的 东方的 他连佛教的都把他纳进来了 所以才会有佛子这件事情 那佛子这件事情呢 因为容了西游记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药师如来佛 因为各位知道 西游记里面 他把释迦摩尼佛称为什么 他把释迦摩尼讲如来佛 那如来就是佛的意思 那什么叫如来佛 吴承恩把他误导了 所以大家就把他 把如来当成是一尊佛的意思 如来佛就是佛佛 就是佛佛 对 所以 所以才会有佛子 从这边产生下来的 因为在西游记里面呢 佛跟道呢 是在一起的 所以才会有佛子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 是是而非的东西 各位清楚了就好了 好 再往下讲 然后呢 越来越多的子 觉得不太够了 又有所谓的无极子 三三五猴子 三三九猴子 各位有没有听过 因为刚刚我们说 你用封建制度去推 你可以推出更多的指令来 会推出更多的指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指呢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有了 有这个说法 所以这个指就跑出来了 无极子指的是什么 无极都做法的指 因为以前没有人说无极 现在一堆人在讲无极 当然无极子会跑出来 就开始有人在接无极子 然后呢 三三五猴子跟三三九猴子呢 这个如果你有被问到呢 你有被问到呢 你只要解释说 所谓的三三五猴 三三九猴 猴这个字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诸猴 就是诸猴所发的指令 你可以在诸猴间通行用的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讲 我可以讲得更细 我们用现代的指令 来跟他解释 指的目的 用现代的解释法 这里很重要 当你懂得旧的思维之后 能够跟他们沟通 接受他们的说法之后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来告诉他们 所谓的所有的指呢 我们离不开这些 这些指 第一个如果你要开工技士 你必须要有工指 工指就是我们现代 所谓的营业执照 清楚吗 再来呢 你开工问世 一定会有人有问世指 问世指指的是 执事师的执照 比如说医师啊 建筑师啊 这个都需要执照的 叫问世指 再来办世指指的是 技术士的执照 比如说 做水灯你就要有 要有以及技术士的执照 所有的 执事在办世的 要有技术含量的 你都必须要技术士的执照 这样清楚吗 你都必须要技术的执照